我是杰菜美食朱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奇桓公寓出 易洋 以一道渔腹长洋 创造了中国文字 仙字 那么今天 我们来截取 制作一道 鱼羊仙 羊肉 我们用刀把它砍成 二成四厘米左右的块 鱼尾巴 我们把它取肉 然后刮成鱼泥 制成鱼笼 等一下我们做鱼碗 因为鱼笼的制作 比较复杂 我们接下去 专门开一个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 鱼龙菜 切好的羊肉 我们把它放入 冷水锅里焯水 因为羊肉是动物性原料 又比较伤 所以我们要 下入冷水锅 这样可以达到 更好的去伤效果 羊肉烧开之后 我们撇去浮沫 来捞出洗净 把烧热之后 下入猪油 猪油是饱和脂肪酸 羊肉是不饱和脂肪酸 这样不浓 营养会更好 汤也会更加香浓 猪油烧化 放入开锅的生姜 放入羊肉 倒入煮过鱼丸的汤 大火烧开 该用小火 焖至两个小时 时间到了 开锅 我们偏去部分的油 加入半勺胡椒粉 一勺的盐 放入我们做好的鱼丸 撒上几颗枸杞 撒入切好的蒜末和香菜末之后 一锅鱼鸭鲜就做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